广东队留了6秒钟 伯克斯反击4秒 3秒 哇 太精彩了 6秒钟从后场打反击 完成了一个空间配合 哦 场边索尼维姆斯啊 解答了很多球迷的疑惑 维姆斯并没有被踩 也没有离队 还是跟在队中 比赛开始 马尚布鲁克斯的上场 比我想的时间要稍微早一点 打了半截不到 就给了马尚上场的机会 好球 马尚布鲁克斯 上来低头3分命中 反击保罗直接对上马尚 哦 马尚的球给盖了 第二反应也不错 他反击 稍微吃力一点 来篮板 反击漂亮 哇 这个助攻纵贯半场啊 哦 布鲁克斯 替补上场之后 一个三分 一个封盖 一个长传助攻 真是 三分没有 反击又来 布鲁克斯打进 广东队留了6秒钟 布鲁克斯反击4秒 3秒 哇 太精彩了 6秒钟从后场打反击 完成了一个空接配合 布鲁克斯刚过中线两步 直接甩给阿联 布鲁克斯打进 真清楚 就被打掉 板击 这个时候丑周 我觉得心情有点乱 各位知道 是不是要考虑叫个暂停啊 这批年轻人 也是在场上不断地成长 底角 周鹏再来 今天底角第三次三分出手 终于投进了 带给他们压力 即便现在分差不是特别大 斯利 再分 好球 特别很流畅 来 篮下漏一干净 控制时间 布鲁克斯换手 一下被防下来 但是第二反应足够快 打进之后53比39 我们对半场领先14分 广东那边呢 大家比较关心的马尚布鲁克斯 半场9分6板6助攻 非常全面的表现 11分 让阿联的大部分时间 坐在替补骑上休息 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他这个阵容的磨合程度 太刻意去找一个更好的机会了 有时候反而效果不理想 布鲁克斯 最后这一下还是靠着经验打净 以及第二节出段的时候 就是让人觉得呢 哎 抢断了 轻松扣篮 布鲁克斯这个比赛一上来是打起12分精神在打 但是即便如此 广东队现在还是拉开了18分的领先 继续全场紧别 哇 马上轻松地抢断了王与博的皮球 20分了 延续两次抢断反击 再去调整的时候啊 出手节奏乱 马上 好球 布鲁克斯第二第三分 歪了 直接长甩发起反击 王与博 哎呀 等这一下 布鲁克斯再送一个封盖 今天个人的第三季封盖 这两下 哎 应该不打了 选招比赛结束113比91 选招比赛结束113比91 这两下 这样呢